油耗數字大概在8到12中間浮動 差的將近有2倍之多 基本上你在市區低速行走的時候 整個震動跟寧靜度又要更上一階 整個震動跟寧靜度又要再更上一階 大家好 我是某區三養賓 今天又來到雙車對比 什麼 你是不是看到兩台一樣的車 沒錯 站長右手邊這台是我自己買下來的 Hybrid的頂級版 左手邊我們今天借來的是汽油的頂級版 那為什麼要做這兩台車呢 因為這台車站長已經買了 其實開了一個多月 已經行駛了大概2000塊3000公里了 那現在回來看看汽油版的車 到底會不會後悔呢 畢竟兩台車它的差價大概有13萬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車子來說的話 油電板它的頂級呢 算是行李箱的這個裝飾吧 因為這個其實是塑膠的 並沒有辦法真的裝行李架 再來呢 輪圈的部分 Hybrid版它在鋁圈的部分呢 搭配18吋 非常大 以後換輪它一定超貴的 那汽油版呢 搭載的是17吋鋁圈 另外在Hybrid的部分呢 它有搭配電動的尾門 所以你要拿行李呢 不管自己開別人開都非常的方便 再來我們來進到車內來看一下 好整個內裝來說的話 第一個喔 方向盤呢 跟這個排檔頭呢 在Hybrid的旗艦版呢 它是有皮革包覆的 今天呢剛好兩台車呢 都是搭配這個紅內裝啊 真的紅內裝比較好看 另外呢 Hybrid旗艦版呢 它有搭配了這個 倒車顯影 跟這個全車的環境 這個部分呢 都是在汽油版上沒有的 再來我們從規格表上呢 有發現喔就是 Hybrid旗艦版呢 它在整個輪拱的隔音呢 它說是有加強啦 不過這點 我們現在試了兩台車以後 感覺不到 都一樣有輪胎的噪音 最後呢 Hybrid旗艦版呢 它有搭配這個電子防眷光的後照鏡喔 那如果在汽油版 你就算買到頂級版 你還是要 手動調整 再來我們實際上路一下 體驗一下兩台車呢 究竟開起來有什麼樣的差異喔 首先呢 其實我在選擇這台Hybrid的時候呢 當然就有注意到 它的油耗數字是非常的棒喔 實際體驗下來呢 開了2000多公里呢 我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分享喔 就我們大概如果在市區的話 Hybrid的油耗呢 大概是18到22喔 當然是跟你的路況 會有一點關係喔 不過它基本上很少 幾乎沒有在低於18的啊 大概都在18到22 中間移動 那當然它走走停停 其實就是Hybrid車款的 它的一個強項 在汽油版呢 我們今天在市區 我們也是試一下 走走停停 油耗數字呢 大概在8到12中間浮動 所以差很多喔 8到12跟18到22喔 差的將近有兩倍之多喔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碰到比較塞車的狀況啊 因為你在塞車的時候 你的引擎呢 還是持續的在耗油喔 所以有可能在比較塞車狀況 甚至數字會掉到7喔 7以下 都有可能 所以在油耗的部分呢 在市區裡面行駛的時候 整個Hybrid真的是強得非常多喔 所以也是我在想說 如果說你是機程車司機 或是你經常在市區裡面走走停停的話 那你一定要選擇Hybrid的車款 另外呢 大家應該也關心喔 就是整個中高速的油耗 我們今天有測試 如果在高架道路上 你以80來做行駛的話 整個油耗數字呢 是24到26 算蠻漂亮的 如果說我們在高速公路上呢 以100來做定速巡航的話 整個油耗數字大概是18到20喔 也還算不錯 那當然高速的部分的話 Hybrid跟汽油版 它的相差就不大了 尤其我們今天在測試的話 其實主要跟當天的實際的路況 還是有一些關係 數字的部分就給大家做參考 再來是隔音的部分喔 基本上呢 其實我覺得汽油版的隔音 已經算相當不錯了 本來我預期呢 就是引擎在走走停停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引擎聲 或是震動 但其實沒有 其實我覺得整個COROLA CROSS 它在汽油版的部分 它的引擎聲 跟震動它的抑制 就已經做得不錯了 那當然在Hybrid版呢 又更上一層囉 因為基本上你在市區低速行走的時候 它都可以以一個 電動車的方式來做行走 所以整個震動跟寧靜度呢 又要再更上一階 另外呢 其實我們今天也在山路上 稍微測試一下 以Hybrid來說的話 它除了電動模式在行走之外 它如果需要比較大的動力的時候呢 會切成引擎來做行駛 那它的引擎呢 你會感覺到說 好像就只有一個檔位 就是它馬上就是切到引擎 引擎就是一個聲音 嗯嗯嗯嗯嗯 那實際上呢 是因為COROLA CROSS 它搭載的CVT呢 它在汽油板上 是有做檔位模擬的 但在油電板上呢 它就沒有做檔位模擬 所以你感受到就是 它引擎會維持一個轉速 大概會維持一個恆定 那再來就是速度會去做變化 就是一般的CVT 它會做一個連續的變化 換到汽油板上呢 我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汽油板還有做檔位的模擬啊 你會覺得整個加速起來呢 會有這個檔位的節奏感 或是如果說 你想要自己手動控制檔位的話 你可以把它拍成M模式 做前後的 來做一個檔位的更換 另外呢 如果你經常在山路上行駛 汽油板它的動力其實是比較大的 它有到140匹馬力 油電板的話 它的整個引擎的調效呢 是只調到122匹馬力 那我自己在猜測呢 應該是油電板的 它引擎轉速呢 並沒有到這麼高 我們在汽油板上呢 它有引擎轉速表 它會刻到將近7000轉 進入紅線 我猜測油電板的部分 它的引擎轉速 大概限制在4000到5000轉 它加速的時候 可能引擎的轉速 只會拉到4000轉 那頂多極限可能到達5000轉 這到底要怎麼選呢 其實我是認為這樣的 如果說你買到汽油的頂級版 不如你升級2萬塊錢 去買油電板 整個油耗表現真的是 會好很多 但我想有在很多車主在選擇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汽油版的話 實際上你並不需要買到頂級版 我們認為是大概第二階的豪華版 算是它的配備來說呢 已經比初階版要好很多了 第一個呢 如果你買到豪華版的話 你有一個8吋的Wi-Fi主機 那你的輪圈的部分呢 也會從17吋的鋼圈 升級成17吋的鋁圈 座椅的部分呢 你會從熔布升級為PE 坦白說 如果你要買汽油版的話 豪華版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 另外呢 但如果說你考慮價格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說你經常是週末 出遊要開長程的話 那也許你真的是選擇汽油版 汽油引擎的 它的整個油耗來說 就不會差那麼多了 但是如果說你經常在1到5的時候 你需要通勤 你需要在市區裡面 經常開車的話 油電板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它整個油耗的數字呢 是漂亮非常多 而且整個車內的寧靜度 又是更往上層 講到這邊 那到底站長有沒有後悔 多花13萬 買到整個油電的旗艦版呢 其實我是覺得是還好啦 但多花錢一定是 荷包君就是痛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以Hybrid來說 真的我還蠻喜歡 Toyota這套Hybrid系統 它真的非常有效 那另外呢 可能有些人在考慮Hybrid車款的時候 會想選擇說 也許你買豪華版就可以了 那豪華版跟頂級版呢 是差6萬元 那如果你是考慮油電版的話 那很多人在考慮說 是不是買第二階的尊爵版就可以了 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尊爵版跟旗艦版呢 是差6萬元 它多了有電動尾門 還有環頸 還有整個防眩光的電子後照鏡 就看你是不是需要這些配備啦 我本身是覺得Toyota它的 整個環頸算做得非常的好 那這個部分以後 要再跟大家來比較一下 因為我本身現在還有另外一台 CR-V也是有環頸 然後Toyota 這台COROTA CROSS Hybrid 它也有環頸 下一集要來跟大家好好來比較一下 所以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內容 到底你該買汽油版 還是Hybrid版 然後在這兩個系列裡面呢 到底應該買哪一集的車款 我是貓西戰狼兵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 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們討論一下影片的內容 你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同時歡迎大家追蹤站長的IG 裡面有站長每天的動態 想要知道最新的二輪四輪情報 請每天鎖定我們的頻道 每日更新唷 我是貓西戰狼兵 我們下回見